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衙门有衙门的规矩 但我们江湖 别有江湖的门 闯刀向天笑 来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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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鼠 这个 招式 的 眼色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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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人的buff,然後轉換成 呃,他就是可以偷 應該算是偷啦,偷人家的buff 然後轉到自己身上,然後可以再動回去 然後再把buff傳給隊友,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招式的部分 是他做強力的群傷這樣子 就是一個冰陣這樣,啪啪啪這樣 好,不過跟掌招比的話 我還是比較喜歡掌招 好,那白玉堂的話 的人物情報就是這個 錦貓鼠,吳鼠,錦衣少年 策馬揚鞭,踏躍而行,穿過一條條街巷 見起殘月睡飲,姑娘撐開窗戶 打馬而過了拼拼公職,錦幅術衣,冠玉龍眼 錦之驚鴻一瞥,被印在眼中刻入了心裡 誰能不知白玉堂龍帽冠爵三峽武藝 只盼他上房接瓦 來個一眼定情,成就江湖佳話 而這少年才俊卻偏偏不敬女色 不敬女色指的是不要妄圖用美色給我下套 和依依那樣的丫頭交個朋友 我倒是不介意 好,那大名鼎鼎的錦毛鼠白玉堂 竟是個女兒身 這消息傳出江湖之中的乍翻 一方江湖裡有過 所以要說什麼,藍扮女裝 啊,啪啪啪啪 反正就是 呃,藍扮還是女兒身有什麼區別 這是天下僅有一位白玉堂 不過,呃,照正確的三峽武藝應該白玉堂是 我記得是男生嘛,記得是男生 好,那介紹什麼的 就這樣子 我們只要今天還是看到那個PV招式的顏色 不過好像是 感覺像是那個 因四祥的改良版,感覺有點像 那希望他的招式跟無所能力是真的很強 我們等米厚天的技能介紹吧 那今天這集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好了 那喜歡我的頻道 請按一下訂閱按鈴鐺鈴鐺 訂閱按鈴鐺鈴鐺 訂閱按鈴鐺 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大家晚安,掰掰